晚上好,我是令东来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路宾赵紫围斗书讲义 上个星期呢,我们把这个天府讲完了 昨天呢,我们开始讲的是太阳星 今天呢,我们继续讲太阳 那么讲课之前,我要求大家背一些东西 记着啊,我要你们背的,那我肯定我自己也能背下来 不可能说我背不下来,然后呢,反而要你们去背 那是不可能的 我这个人其实也有点懒 坦白告诉大家啊,我也不是特别努力学习的人 但是有些东西我知道必须要背 什么东西要背呢 比如太阳在丑宫,是太阳太阴同宫 太阳星在卯宫和这个友宫,那太阳天良同宫 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你必须要背下来 还有宫位的三合必须要背 比如说兄弟宫啊,跟奴仆宫 它是一个对宫的关系 这个要背下来 命宫跟千一宫是一个本宫跟对宫的关系 必须要背下来 命宫、财博宫、官禄宫三合就要背下来 兄弟宫、田斋宫、极恶宫三合就要背下来 子女宫、奴仆宫、父母宫三合啊 这些东西最基本的一定要会背 不要依赖排盘软件 有的同学那看这个三方四正 那还要拿这个鼠标去点这个排盘软件 这种行为一旦发现了 这是我是要骂人的啊 如果说你们要依赖这个软件上的这个 给你画几条线 让你去看 这一定不行 我要求这个实战班的同学 怎么做呢 就你对着这个天盘 你就在脑海中把这个流年盘给排出来 这个并不难啊 对着天盘就把大线盘和流年盘 在脑海中给排出来了 古人排盘那就是在左手上去排 还没有我们现代人用这个软件啊 电脑啊 手机啊 平板电脑去排的 人家全部是靠记忆力 靠脑子记在心里面 然后在左手上面排出紫围抖宫命盘 当然也有一些这个老师呢 这个记忆力差一点 那他就拿一支笔啊 把这个盘子给画出来 也有这样的 但是真正的高手 我告诉你们啊 真正的高手一定是掌中排盘 我不要求大家做到掌上排盘 但是你该背的东西 你一定要背下来 银武虚啊 申子尘啊 卯卫害啊 富有丑啊 你连这都背不下来 那你玩什么斗术 对不对 或者说你出去算命的话 人家发现你不会这个 他是会笑话你的啊 你该背的都要背 该记的都要记 我一定能背下来的啊 有些我要你们背的 我肯定背得下来 你可以考考我啊 太阳在丑弓 那是天忧 丑卫弓都是日月同弓 丑弓太阴入庙啊 这个卫弓呢 太阴落线 大家呢要记住了 丑弓呢 太阳落线 卫弓呢 太阳在望地啊 并东来的意见 跟王庭之不一样啊 王庭之认为 卫弓的日月 比丑弓好 我认为 丑弓的日月 比卫弓好啊 还有这个 太阳在银弓 那么巨门太阳 三方四正 都是空的 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该背的都要背 为什么它是空的 那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我这里先不讲 你以后慢慢琢磨啊 老师呢 有些东西不能够讲出来 不是我藏私 而是为了发挥你的想象力啊 不要把你这个思想给扼杀掉 太阳在银弓 日出浮方 去日东升 那是黎明前 最黑暗的时候 那就是太阳巨门 你们如果说 看过日出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啊 太阳出来以前 那是最黑的 最黑暗的 还有如果你是炒股的 或者说你是 懂一点这个炒作的啊 我告诉你 任何一件东西 它在爆发之前 它都是很沉寂的 非常的沉寂 就好像这个股市呢 一直没有涨上去 一直是平着的 那我告诉你啊 当它爆发起来的时候 就会很恐怖 但是爆发前 那么几天反而很沉寂 就反而呢 是一种这个 比较平静的状态啊 这是一种反差 太阳出来以前呢 那往往是很平静的 很这个黑暗的啊 适合呢 这个在海外 或者说在外国人的圈子中成名 其实呢 就是说到外地发展会好一点啊 太阳巨门 不管是在银宫 还是在深宫 都要去外地发展会好一些 容易呢 获得名声啊 符合明显 尤其是有极星的时候 太阳在卯宫 那跟天良同宫 这叫日照雷门 无论男人女人 都表示有大丈夫气概啊 有担当 有佛任心 那么太阳有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有佛任心啊 做笔记 为什么太阳有负任心呢 那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太阳呢 那我告诉你们啊 它呢 是一个很准时的星药 比如说 中午12点的时候啊 它一定是在 这个我们的头顶上 早上6点的时候啊 它可能就是刚刚的出来 它不会雾点 它不会说这个 中午12点了啊 它呢 还是在那个天边 它不会这样 不讲 它不会这样 不讲规律啊 它不会这样 没有责任 该它在什么时候 它就一定在那里 太阳也表示父亲 那么父亲呢 它就像一个山一样的 或者呢 它表示付出 所以呢 太阳星做命的 是比较有责任心 那什么星 比较没有责任心呢 那大家要举一反反啊 学习要举一反反 我这里说太阳有责任心 为什么 因为它总是在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啊 努力的帮助别人 而且呢 很准时 很守规矩 守规矩的人往往都有责任心 你也可以这样推理吗 一个小孩子很守规矩 老是让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而他的任务 他总是会完成 那这个小孩子呢 就是有责任心 有担当的一个人 但是有的人呢 那就没有什么责任心 你让他去扫地 他扫了两扇 老师不在 他就跑去玩去了 那什么样的人没有责任心呢 那就自己研究一下 举一反反 能够举一反反 那一定是人间奇才 那你的这个学习水平呢 就是很高的 这我讲到哪里 我肯定不能把这个东西呢 完全的讲通透 我不可能说 我跟你讲课 这个紫微斗书啊 所有的内容 面面俱到 我都给讲全 那是不可能的 老师总有一些遗漏的东西 我遗漏的东西呢 那就要靠你去思考 靠你去举一反反 那我说哪些心有责任心 哪些心没有责任心 那你总结一下 对比一下 对照着来记 那么你的水平呢 进步会非常高 记住啊 这种学习方法呢 尤其是在学这个 化学的时候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们上过这个 初中啊 高中啊 大学学过化学的话 你要知道啊 化学里面呢 它就非常的讲究一个 类比啊 区别与联系 就这两种物质 它的性质可能是相似的 但是它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么化学呢 它就会考你一些问题 怎么考呢 啊 它就是拿出 拿出这个两个杯子啊 两个这个烧杯 那么烧杯里面装了两种液体啊 两种溶液 然后让你去鉴定啊 这两种溶液 哪一个是A 哪一个是B啊 让你鉴别一下 这个溶液啊 它是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呢 就需要你去 关研了啊 就是你去研究 那么这两种溶液 有哪些区别 哪些联系啊 跟不同的东西 反映 生成不同的物质啊 颜色有什么不同 气味有什么不同 这都要 记下来的啊 都要记下来 我这里也告诉你们答案啊 这个贪狼心呢 就没有什么责任心 因为贪狼 它表示娱乐 表示玩 所以贪狼呢 它就有点不守时啊 不守规矩 不愿意守规矩 它是自由嘛 无拘无束的 你觉得太阳自由吗 我觉得一点都不自由 它是被人家控制着的 每天早上六点啊 五点 它就得出来啊 就出现在固定的位置 它就按着这个规矩去走 太阳太阴 它都是守规矩的心 它都是按着这个规则去走的 就好像你爸爸妈妈一样 绝大多数的人 你的父母都是这个 愿意付出 有负任心的 就是非常努力的去栽培你 去对你付出 这是日月的特点 那贪狼呢 那表示娱乐活动 那一个小孩子 如果天天打游戏啊 如果天天玩不学习 你觉得他有负任心吗 这也可以推导出啊 可以推导出来的 就一个人 如果守规矩 如果说老师交给他的任务 他都是按时完成 那么这个小孩子呢 一般都是有负任心 有担当 如果一个人非常喜欢娱乐活动 总是不守规矩啊 总是迟到 不愿意守规矩啊 追求无拘无束的生活 那么这个人呢 往往就是没有什么负任心啊 这个需要呢 大家自己研究一下啊 要举一反翻啊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啊 稍微有点急心 就表示多才多艺 不单有名 而且有利 因为他的财博功 一定是太阴入庙 太阴呢 他是财心 这个格局的男人啊 更加有英明俊伟的外貌 这个说的很没破啊 这个太阳天良呢 这样的格局呢 令东来是见广啊 成就很大 而且呢 他性格方面 真的是很不破 因为他很好爽 很好卖 他很有钱 但是呢 一般来说 他是不计较钱的啊 如果你们身边有这样格局的人 而且是白天生的啊 要白天出生 然后呢 要有急心 成就很大 这样的人呢 他一般都是成为人上人啊 不仅是这个有钱 而且呢 相貌是英明俊伟啊 他是男人嘛 太阳星在他的命宫 太阳就是有男子气概的一颗星药 那么女人呢 可能就生出啊 阳刚的相貌啊 像这个黎玉春一样啊 春歌 那就有点像男人啊 对这个婚姻呢 不太有利 再看第九条啊 太阳在成功 对面呢 是太阴 这叫天爽 一般来说呢 名利双收 并且少年得志 这个说的有道理啊 为什么名利双收呢 因为太阳表示名气 太阳在成功呢 他是旺公 旺公的太阳 肯定是名气比较大 太阴呢 也在旺公 那也是这个利益比较大 所以呢 名利双收 而且发展比较顺遂 做笔记啊 少年得志 发展顺利 就这样的人呢 往往不会来算命 记住啊 太阳在成功独坐 太阴在虚公独坐的 令东来遇到的这个 来算命的呢 很少 因为这样的人呢 发展很顺利 就是一毕业啊 就进了这个 很好的单位 发展的很不错 然后呢 结婚这方面呢 也比较顺利 所以呢 来算命吧 来算命的不多 如果一个人 发展的很顺 婚姻呢 很美满 事业呢 也比较如意 那么一般而言吧 他不会说是 想着去 找这个 算命先生的啊 来找人 算命的 一般都是 有疑问 或者呢 是发展的 有些不太顺利 或者是这个 婚姻上呢 不太如意啊 事业上 不太如意啊 等等 如果各方面都很顺 一般是 不会找人 算的啊 嗯 这个 这种组合呢 跟大家说一下啊 令东来的经验呢 这样的人 找工作 非常容易 而且呢 发展的很顺遂啊 没有 人生 没有什么 大的波折 因为太阳太阴呢 已经走上正轨了 太阳星在成功 太阴呢 在虚功 这两个星呢 互相对照 那么就是 它跟外界呢 沟通交流 是比较顺畅的啊 跟外面的 社会呢 接触的是比较好 当然 太阳不能画迹 太阴呢 也最好不要画迹 书上没有写啊 呃 这个组合呢 呃 最好是不要有画迹 如果有画迹的话啊 多少有一点缺点 因为太阳太阴呢 它是一组对星 如果对星啊 画了记 那么这个呢 就不成一对啊 不成一对的话 肯定是有缺点的 照年得志 那是找工作呀 上学呀 读书啊 都比较顺 呃 再看太阳 在复工啊 对面是巨门 呃 书上说 这是早路锋芒之下 适合在海外成名 或者受到外国人的推崇 这个组合呢 呃 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 但是我见到的比较少 受到外国人推崇 有一定的道理吧 大家看一看啊 太阳巨门这个结构 不管是同工 还是分居本对工 或者是翻会 都有这个 海外成名啊 都有这个国外 省外啊 外地的一些性质 我们并不能说太阳巨门 同工的才有 那有的同学呢 读书啊 他就不认真 或者呢 想当然 啊 书上说太阳巨门 同工啊 表示这个外地呀 外国呀 外省啊 啊 他就觉得只有同工才有 不是的啊 不管是同工 还是分居本对工 还是翻和相会 都有这个外地 外国啊 海外成名啊 等等性质啊 呃 太阳在武工 他是日历中天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格局啊 气魄非常 但是却奔忙多 收入高 支出也大 关于这个格局呢 令东来已经强调过啊 太阳同工呢 一定要有集星 如果同工没有集星 那么一般来说呢 也只是一般般 后面这一条一定是准的 就是支出很大 其实这样的人呢 收入不一定高 但是支出一定大 做笔记啊 令东来说了 太阳星在武工做命 这样的人呢 收入不一定高 但是支出一定大 这样的人也有农民啊 你不要觉得太阳在武工呢 就是什么大格局啊 就是什么这个 日历中天啊 金灿光辉啊 那你就被他给骗了啊 被书上给忽悠了啊 任何格局 其实都有农民啊 包括紫薇在武工的啊 也可能是个农民 当然了 这个农民年纪大了 可能就变成村长了啊 这个太阳星在武工呢啊 为什么支出很大 很简单 因为他命里面 这个太阳 就是要把自己的东西 拿出去 听着啊 你们呢 分析一个问题 不要拘泥于某个工位 有的同学 他说支出大 那就看财博工 你这样想呢 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呢 太狭隘 听着啊 如果我说支出大 那么你去看财博工 这是对的 我也不能说你完全是错的啊 但是你不能光看财博工 因为一个人 支出很大 既可能是财博工的问题 也可能是命工的问题 也可能是迁移工的问题 啊 等等等等 那么武工的太阳 支出大 那就是跟命工的太阳有关 命工的这个太阳 那走到武工 他拼命的发挥自己的光 发挥自己的热 把自己的光跟热 都拿给别人了 啊 把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这个好东西 都给别人了 那就是支出很大 但是这样的人呢 不一定赚的钱很多 要有急心 才能赚的多 没有急心 那就赚的少 攒不下来钱 支出还很大 那农村呢 我见过一个这样的朋友啊 性格方面呢 相当善良 记住啊 太阳捉命的人呢 往往都很善良 但是又有点骄傲 因为太阳呢 他是这个主星 他是皇太子 多多少少呢 自视甚高 啊 也可能是因为他高高的挂在天上 他的热量很强 亮度很高 他就有点自以为是 他觉得普天之下 就他的光芒最亮 实际上呢 绝对不是的啊 到了晚上 这个太阳呢 就没有什么力量了 你们要记住 太阳这颗星呢 特点非常鲜明 这颗星呢 也是非常好学的 我讲的这个天府啊 太阳啊 都是简单的星要啊 有简入凡 再给大家讲解 如果你学到后面 你会发现这个天机啊 巨门啊 那是比较难的 天同啊 也有点难度 这个太阳太阴 天府天相 一般都比较简单啊 太阳星呢 我继续往后说啊 这个日历中天啊 为什么支出大 因为他命里面 这个太阳呢 光太强烈啊 热量太强烈 总是把自己的东西 拿给别人 他有这样的性格 有这样的气质 那我农村这个朋友呢 他开过杂货店 开过小卖店 赚不到多少钱 赚不到多少钱呢 人家会把店呢 转让 会把这个货品呢 也转让 但是他呢 跟他老婆 把这个东西啊 全部都送给别人了 而且人家找他借钱 他总是不拒绝 哎呀 我觉得这个性格呢 倒是挺好的 但是因为他本人呢 赚钱能力不强 财帮供差 也没有什么急 所以这种性格呢 反而成为他的一个 呃 可以说成为一种缺点吧 如果说你赚的多 那么你经常借人家钱 朋友多 人家也尊重你 那当然是好事 你没有什么急心 你借钱给他 人家反而呢 也不记住他的好 记住啊 这个社会上呢 也看格局 就你的格局 如果说比较大 人家呢 就尊重你 因为格局大的人呢 往往都有成就 你有了成就 别人就尊重你 你借钱给他 然后你去找他还钱啊 他呢就是这个 也不得不这个 尊重你一下啊 就是认证 认证你 但是我说的这个朋友呢 他把钱借给别人 别人拿着钱 发了财啊 反而呢 不尊重他啊 就对他呢 有些不客气 这个我 也是跟你们讲明啊 其实 付出跟收获呢 往往是不同等的 尤其是这个太阳星 付出很多 但是别人呢 却总是抱怨他 记不住他的好 卫功的太阳 那是望功啊 太阴呢 落线 这个时候太阳有光 太阴呢 失灰 这个格局呢 明大于立啊 明气呢 会大一点 这种组合呢 我见到的当老师的呀 当这个领导的呀 比较多啊 不过跟丑功的日月一样 都有性格 不易捉摸的特点啊 说的是对的 而且这个丑功的 呃 性格呢 要比这个卫功呢 要好一些 这个卫功的性格呢 如果说奸诈起来啊 他会很奸诈 因为太阴是落线的啊 呃 内心呢 负面性质比较重一点 第十番条 太阳在深宫 那是巨门太阳 因为太阳呢 渐渐的失去了光辉 虽然说他的结构 跟银功一样 但是没有银功的啊 志气那么大啊 做事呢 欠缺恒心 这里做笔记啊 做事欠缺恒心 他是四十岁以后出现的 做笔记 我们不能说这个人呢 二十岁的时候 做事就没有恒心 那是不对的 这样的组合 往往是到了年龄大了以后啊 做事欠缺恒心 不想工作了 想享受 想玩啊 赚了一些钱以后 哎呀 老子不干了啊 就是跑到这个 呃 享福去了啊 这样的例子很常见 尤其是巨门太阳 在深宫的 年轻的时候 很努力 很有恒心 但是先大后小 书上讲得很清楚啊 虎头蛇尾 但是这个虎头蛇尾呢 指的是整个人生 而不是他 小时候开始就虎头蛇尾啊 不对 是说他年轻的时候啊 仍然呢 有斗志 有上进心 而且发挥的 而且赚钱的这个机会呢 来的比较早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 他就变得懒惰 变得不愿意努力 那么怎么办呢 啊 也有解决方法 就是到外地去 到外地发展 能够减弱 他的这个缺点啊 做事欠缺恒心的缺点 能够在外地啊 得到一点化解 如果你经常待在出生地 那么你到了四十几岁以后呢 渐渐的就是 不太愿意工作了啊 也没有什么大的志气了 可能小时候有 但是长大了就没有了啊 很多人都是这样啊 小时候都说自己要当科学家啊 要当宇航员 要当飞行员 但是到了三十岁以后 都是混混日子啊 三十岁以后呢 就把自己这些曾经的 这个志气啊 给忘掉了 太阳在有功 那是九空啊 太阳天良同功 阳光失灰 不解天良之暗 所以呢 在六七缘分上 有所不如啊 这个说的是对的 呃 我加上一条啊 你命功太阳天良 在有功的 跟六七缘分不足 你父母功 太阳天良在有功的 也有不足 做笔记 夫妻功 太阳天良在有功的 那么这个女人的命呢 也不太好 因为这个太阳呢 它已经没有光了啊 它已经是一个夕阳的状态 夕阳呢 它是缘分呢 就会浅一点 那么父母功太阳天良 而且是在有功的 那么缘分就会浅一点 跟父母啊 第十五条 太阳在虚功 那是天书 太阳呢 已经落线啊 基本上没有光了 但是可以藏名而得利啊 书上说的对 我们不能说它落线 它就废了 不能说落线 它就完蛋了 如果落了线 那肯定在名气这方面呢 不如入庙的 但是它在前这方面呢 却可以有所发展 能够见到露存化露而成复 十六条 太阳在亥功呢 它是玉玺 虽然落线 但是跟虚功一样 都可以藏名而得利 发于无声无息之中 至于是不是少年立功勋 要看星象组合 这个格局呢 也要有极星啊 没有极星呢 普普通通 你不要觉得太阳在亥功呢 也很厉害啊 要有极星 没有极星 没有极化 太阳在亥功呢 也是一个普通人 十七条 原文提到的 太阳喜欢的星耀啊 这个 喜欢百官朝拱 跟紫威差不多 伏壁 奎月 昌曲 路马 台座 风告 台府风告 这个恩光天贵 龙凤 天官天福等等 能得百官 事业伟大 既富且贵 原文提到 这个太阳在虚功 跟武功呢 那眼睛有病 一过去的争验呢 这是近视跟反光 现代社会呢 除了香港人以外啊 大陆人呢 也容易有反光和近视 无论是不是有这个星象 就算有这个星象 势力的毛病 也不见得比其他人严重 所以这个争验呢 要记 就可以记 可以不记 第十九条 太阳 它是光焰 赤裂 虽然成就显赫 但是却有很重的财务负担 要接济 照顾别人 说的对啊 也跟他个人性格有关 这样的人呢 他也愿意去帮人家 太阳 他是肯定会 愿意去帮助别人的星耀 因此从立字着眼 太阳在落线的宫度 反而利于做生意 没有财务的负担 不需要说是非得帮人家 人家呢 也不一定会找他借钱 但是如果你的太阳星 在妙望之地 那么人家呢 可能就会容易找你借钱 或者呢 要你去照顾他 要你去帮帮忙 等等等等 从人格方面来看 这个太阳星在望地 入庙的地方 道德光辉呢 要更加强烈一些 但是从赚钱的角度来讲 太阳落线呢 要好一点 继续往后看啊 书上讲的每一条 你都最好要记下来 太阳在命宫 这样的人呢 脸色红润 或者带紫红色 这个不一定准啊 脸型饱满 或者长圆 这个比较准 因为太阳呢 有点偏向于圆形 这个饱满形 反正呢 一般都不是这个 韩国明星那种 追子脸啊 不是他们那种 坚长脸 在武功 身躯高大 这个不一定准 太阳在武功 书上说 身躯高大 这个呢 不一定准 态度大方而消反 这个呢 是比较准的 这样的人呢 他不拘小节 在小方面呢 跟你纠结 也不拘情而发火 他方而消反 这个是有一定的 落线 那就中矮身形 男人妙望 表示这个人呢 性格豪放啊 不拘小节 心思好施 内心呢 比较善良 看他的眼睛 就看得出来啊 一个人内心 是否善良 看他的眼睛 就看出来了 很明显的啊 太阳作命 如果说你要研究 这个盘 是不是他 看一下眼睛啊 就明白了 秉性聪明 至高气傲 这个至高气傲呢 不好说啊 年龄大的人呢 他倒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高的志向 但是还是有点傲气 是对的 有点骄傲啊 有点容易瞧不起人 如果有 国府右臂 天魁天悦 文昌文曲 路马 画路画科画全 那么极品之贵 文武全财 但是必须入庙 以及日生人 没有煞心 方合意住啊 这要白天生人 银时到魏时出生的才对 银毛两宫 他是旭日东升 陈寺两宫 叫做入殿 或者日游龙门 武功呢 那是日历中天 大富大贵 武功不一定大富大贵 做笔记 不要被书上的这个 讲的东西误导 是不是大富大贵 你要看他有没有吉星 没有吉星 也只是普通人 口味两宫 日月同名 所以忽阴忽阳 这个性格 有时候呢 他是很阳光 但有的时候呢 又显得有些奸诈 奸诈呀 卑鄙呀 这个罪毒富人心 那跟太阴有关 太阴这颗心呢 多多少少 他有点阴险 有点奸诈 有点卑鄙 有点恶毒 等等 我这样说呢 大家也不要介意啊 是从一个知识体系的角度着手 那我可以这样告诉大家啊 一般来说这个恶毒的女人呢 要比恶毒的男人呢 这个数量上要多很多啊 女人恶毒起来 那是很恐怖的啊 紫薇斗书里面呢 太阴 他这颗心呢 本来他就带有一些阴谋啊 带有一些这个 呃 鬼诈啊 一些这个不好的负面性质啊 太阳呢 稍微好一点 呃 求学不求圣洁 这个呢 呃 说的是整个人生而言啊 就是说 呃 40岁以前 一般来说 勤于工作 做事认真 但是40岁以后 他就不想工作了 不愿意努力了 啊 输懒随便 求学不求圣洁 呃 在有功呢 那太阳已经落下去了 贵而不显 富而不久 怪求美观 内时空虚 说的都对啊 这里讲的都是对的 有功的 太阳天良贵而不显 富而不久 这个可以呃 引用到父母工去 就这样的人呢 如果太阳天良在有功的 那大家记住了 呃 我见过一个女人的盘 这个女人呢 真的是事业发展的相当顺利 但是那是年轻的时候 我当时呢 就觉得这个人呢 前妻太顺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他从小到大 读书也好 还有这个找工作也好 没有什么挫折 就直接就是考试啊 上大学啊 考研究生啊 还有这个进入单位 太顺了 太顺了的话 我就认为呢 以后啊 会出点问题 啊 跟书上讲的呢 是一个道理啊 这个有功呢 贵而不显 富而不久 你这个太顺利了 那往往呢 就要引起你的注意 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呢 都不会说是特别的顺 外求美观 内视空虚 富而不久 贵而不显 这个呢 都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个在父母宫 也可以一样的断 如果你的父母宫 是太阳天良 落线啊 这个这个快落山了 那可以说呢 你可能是一个没落贵族啊 就你爸妈呢 也可能是公务员 但是他们这个公务员呢 呃 没有什么地位啊 你出生的时候 他们已经退休了 就没有什么 这个后来的一些成就了 或者你出生的时候 家里还比较有钱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家里就没什么钱了 总而言之 就这个工位的太阳天良呢 不持久 刚开始可能是有成绩的 是这个当官的 但是渐渐的退休了 人家就不理他了 啊 刚开始可能有点钱 后来呢 就慢慢的这个家道中落了啊 虚公 骇公 子公 丑公 那就完全没有光了 呃 主人做事 劳碌 虚福 不切实际啊 这是有煞星的时候 或者没有急星的时候 注意啊 太阳落线 完全没有急星的话 这样的人呢 做事劳碌 辛苦 都是对的 有点虚福 不切实际啊 这个呢 说的也有道理 就这样的人呢 他比较骄傲啊 也是有一点志向 人家讲 他说我呢 要当主席 要当什么什么 当大官 但是呢 他说这些话 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 虽然他可能真的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他现在这个状况呢 肯定是当不上去的啊 他仍然是有志气啊 有一定的志气啊 这一段跟前十二宫太阳名称注解 小有出路 也就是古人对于斗树星药的解诸不同点 啊 现在呢 一并计之 以工学员等参考研究之用 太阳在卯宫 带德化路啊 为上格 这个化路呢 呃 我说一下啊 这个天良化路 太阴化路啊 都不错 太阳化路的话呢 我觉得一般啊 这里可以加上令东来的意见 令东来的意见呢 是太阴化路和天良化路是很好的 但是太阳化路呢 就一般啊 为什么我觉得太阳化路一般呢 因为太阳化路一定是更年生人 更年生人太阳化路 那么这个时候呢啊 路纯呢 他是在深宫 路纯在深宫 那么就有秦阳充命啊 太阳天良 对公是秦阳充了你的命 然后你的这个关路宫呢 还有一个陀螺 这个呢 是不太好啊 如果是人年生人 那会好一些 为什么呢 人年生人 路纯在亥宫 往太阴入庙 加上亥宫同工 在你的财伯宫 而且你的命宫呢 天良化路 你这个三方四正 有两个路 有一个太阳 有一个太阴 又有一个入庙的天良 那是很厉害的 或者呢 或者呢 是丁年生人呢 他是太阴入庙化路 而且呢 路纯兴在田斋 路纯兴在田斋宫 那也是很很好的啊 而且田斋宫呢 还是子 入庙 这个格局要背下 太阳天良的格局 田斋宫是紫微入庙 如果是丁年生人 那么田斋宫 紫微入庙 加上路纯 财伯宫太阴入庙化路 那这是够厉害的了啊 你不要小看这样的组合 田斋宫一个路纯 财伯宫一个太阴化路 你说你这个盘呢 你得有多少钱 那是很厉害的啊 又有吉星的话 更好 在亥宫 那么遇到路马交池 可以发大财 如果没有路马交池 只有路纯 那是普通的啊 这个路呢 要跟这个天马呀 配合在一块 那力量呢 就会加的很多 幼年的不利父亲 就这个太阳落线过命 对这个父亲呢 有行客 太阳化际 那更加的不利父亲 以及呢 眼睛有问题 如果遇到羊驼火灵相会 这样的人呢 横发横破 贵不能久 负不能长 这个横发横破呢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啊 这个例子呢 我还没有遇到 就太阳在害宫 遇到煞心 然后横发横破的 书上既然写了 我们就要引起重视 然后呢 去现实生活中呢 去研究一下啊 太阳作命 这个昌曲夹命 左右夹命 奎越夹命 那么有地位 这里是对的啊 太阳很喜欢 奎越夹命 我昨天也说过了 这个太阳在陈虚宫的 就有奎越夹命 可以遇到奎越夹命 太阳太阴 在丑卫宫的 那就有昌曲夹呀 左右夹呀 啊等等 但是这里做笔记啊 如果文昌文曲 其中一个画迹 那就不能称为夹 因为它是一组队形啊 男人跟女人一样的 它是一队 如果其中一个画了迹 那就不成队 不成队的话 那就也无所谓夹不夹了啊 女人太阳心作命啊 入庙 白天生人性格真烈 豪爽 有丈夫气啊 一般来说 99%的都是性格真烈的 不轻易呢 跟人发生关系啊 不轻易的受男人引诱啊 对这个性生活方面呢 是看的比较保守啊 真烈 豪爽 有丈夫气 不会说是因为一些小事 阿脾气的 无拘小节 如果说你踩了他一脚啊 你倒一下欠啊 他肯定就原谅你了 他不在意 不过啊 如果是晚上生的 那还是有一点这个 阿脾气的情况啊 所以太阳呢 最好是白天生 如果是晚上生的 那就有点小气啊 有点这个 呃 计较 有左腑右臂 昌曲 天窥天月 鹿存 画鹿 天马 三台八座 集星会照 一品夫人 往这里做笔记啊 这个日月呢 很喜欢 台座同工 三台八座 对于太阳太阴来说 那是很好的集星 这是很厉害的啊 太阳太阴 很喜欢 三台八座 一品夫人 一品夫人 望夫一子 陆全科 三极画 拱照命宫啊 也表示 丰颂夫人 恩 喜欢太阳星 入庸 聪明辞序里呢 最好是白天生的啊 白天生的 太阳又入庙 又有集星 那这样的女人呢 聪明 思想 有远见 福大 亮宽 这个比较大度啊 不会 不会计较 别人对她的冒犯 但是太阳落线 性格急暴啊 做事呢 多进 多退 容易计较 性格急暴啊 说的是对的 性格造极啊 一个意思 这个小方面 你们就不要计较啊 急暴跟造极呢 其实没有用 火线 同工啊 性格天真 感情用事 辛劳少人缘啊 这一句话呢 要记下来 这一句话是很重要的啊 太阳 太阳 加上火星同工 这样的人呢 更加急暴 而书上说他性格天真呢 我觉得不能用天真 就是更加的急暴啊 太阳是阳火 炳火 又火呢 更加火是什么啊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你小小的一个打火机 你把它点一下 那很有可能 很短的时间内 它就变成一个熊熊大火 就把这个什么东西都烧掉了 火 它是很快的 而且来的快 去的也快 烧完了 它马上就没有了 也是来的会非常快 这样的人呢 做事也很快 但是做事太快 欠缺考虑 欠缺考虑 就是不动脑筋 性格天真 感情用事 就只是靠着自己的感情去用事 靠着自己的直觉去做事 做得太快了 欠缺考虑 那是不对的 火星呢 又在命宫 那表示这个人呢 辛苦 劳碌 少人缘 很简单嘛 你这个人 感情用事 性格天真 做事不思考 说话不思考 说话说得太快 那就容易伤害到别人 说话说得快 那这是一种坏事啊 说太快呢 你又不思考 那得罪他了 他可能以后就不理你了 那就导致呢 少人缘 这都是可以解释的啊 你可以自己试着 把这个书上的东西呢 解释一遍啊 火星同工 那火太旺 所以做事呢 欠缺考虑 也可以说性格天真 感情用事 辛苦 辛苦呢 那跟火星有关 人缘少 那跟性格有关 这样的人呢 性格太急了 这个人呢 做事呢 也有点急 说话呢 也有点急 不经过考虑 那当然少人缘 太阳化剂 少年客夫 老年客子 这个说的没有错啊 太阳化剂的女命呢 真的是 那是